万物有缘 文明亦然 大家好 我是苏珊 我研究文明学 要彻底研究文明 就必须推回到万物的原点 大爆炸理论认为 宇宙诞生于137亿年前 而地球则出现于45亿年前 最初地球是一个 没有生命的炙热岩浆球 后来出现了大气环境 与海洋等生命条件 大约40亿年前 一些单细胞生物开始出现 经过漫长的几十亿年演化 到5.7亿年前 一些简单有机物 进化为肉眼可见的生物 这就是显生重时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 植物与动物继续分化出来 它们的形态越来越复杂 体积也越来越庞大 到两亿多年前 甚至还出现了恐龙这种庞然大物 在最近的两亿年里 地球陆地也从盘古大陆 飘移到今天的五大洲 地球还经历了数次冰河时代 诸多生物随着这些外部环境变化而演变 无数的物种生生灭灭 有时90%的生物都像恐龙一样 彻底从地球上灭绝了 从几千万年前的灵长类动物 到两百多万年前的原人 人类祖先历经无数艰难考验 最终在二十多万年前 进化为和今天人类一样的现代人 不过多数时间 这种进化都是在非洲完成的 现代人是个人类学术语 是智人发展到末期的一种人类 孔子 苏格拉底 苏三等 都属于现代人 猿人曾经数次走出非洲 甚至中国地区也出现过猿人 非洲之外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 出现于一百八十万年前的格鲁基亚 但人类学家认为 无论从非洲走出过多少猿人 最终他们都灭绝了 今天非洲之外的所有地球人 都是七万年前走出非洲的 为何猿人必须一次又一次 回到非洲去进化呢 这是因为没有毛皮保护的原始人 必须生活在热带地区才能幸存 非洲具有旧大陆最广阔的赤道地区 而且东北非具有更为复杂多变的地形 那里的一些熔岩湖与火山 维持了一些巨部小环境 这可以保证在一些极端兵器 各别猿人也可以重活下来 其他地区不具备这种多重的保暖条件 三百多万年前 石器工具已经在肯尼亚出现 这标志着人类祖先开始与动物一别 一个全新的时代 旧石器时代到来了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里 我们的祖先还逐渐站立起来 成为直立人 手的功能被分化出来 他们成为捕猎高手 一百七十五万年前 在坦桑尼亚出现的奥都威石器 是继续进化的能人的主要标志 稍后出现的阿舍利首府 一般认为是其后的制人的产物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旧大陆活动着三种不同的人类 他们祖先分离的时间 可能是几十万年前 最终他们在非洲之外地区 再次相遇 并进行过一些微量杂交 这在长软色体内 有大约2%的体现 尼安德特人主要分布于 旧大陆西部环地中海地区 丹尼索尔人则集中在亚洲活动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则主要盘踞在 条件最优越的非洲地区 分子人类学家认为 从负系染色体和母系线粒体看 今天地球上每一个现代人 都是百分之百非洲进化出来的现代人后裔 中国人 欧洲人 美洲人 都无例外 这说明现代人这个知系 最终战胜了其他知系 占据了地球 第一批东亚人的祖先出现于五万年前 而我们大多数汉人的祖先出现在东亚的时间是两万多年前 一万多年前我们汉人的祖先基本迁徙到今天的位置 四千年前基本定性 有人才有文明 净水楼台先得月 所有距离非洲最近的地区 都是早期的文明文化发达地区 比如欧洲 北非 与西亚等地 在